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们的认知中 吃素能够给人带来健康 但是也会有人说 长期吃素会营养不良 钙质缺乏等等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因此我们找到了更专业的答案 询问了一位在台湾吃素30年的居士 没想到 原来吃素不只是吃那么简单 快来看一看 以下是王居士的字数 吃素以前我认为 辛苦工作赚钱 当然是为了能吃好 住好 用好 不吃肉 生活都没情趣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原来许许多多衣食无缺的大明星都是吃素的 像国际上爆红的西亚麦利希拉和未婚夫 连恩汉斯沃 黑眼痘痘主唱威尔 布莱德比特 亚洲天王刘德华等等 为何他们不需靠肉类来调剂身心和追求情趣呢 素食也有许许多多的美食 不是只有用肉类做的餐点 才叫精致美味 吃素以前我认为 这些动物被吃都是因为因果报应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因果是一种说法 而经济动物受的苦 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不应该拿一个问号当作虐杀动物的理由 再者 如果因果真的存在 那我就更不能伤害他们了 我可不想有报应 如果因果不存在 我一样不该伤害他们 不然他们也太无辜了 吃素最安心 然而 各宗教的说法都不同 全球有大约四千两百个宗教 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宁愿选择聆听内心的声音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思想来决定相信哪一个宗教 而不是由一个我们刚好接触到的宗教来决定我们的思想 吃素以前我认为 天地万物已养人 为什么不能吃动物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食则不然 因为地球上也有石头 海水 那人们为何饿的时候不吃石头 渴的时候不喝海水 显然 并非万物都用来养人 如果上天真的想把动物作为人类的食物 那为什么人类会有大大小小的疾病 癌症 都与肉蛋奶的摄取有关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人 在医生判死刑后 却是透过纯素饮食来挽回小命呢 美国最长寿的罗马琳达居民 就是吃纯素的 他们在全球排行前五大 而这些全球最长寿的居民当中 主要都是蔬食 吃素以前我认为 人类从原始时代就已经吃肉了 我吃肉有什么不对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其实原始人吃肉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吃肉 就像世界各地早期某些居民有猎人头的习惯 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后代也要效仿 这就是一种进化 我们要进化的是我们的爱心 吃素以前我认为 吃素难道不会影响畜牧业的生意吗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咦 我怎么不担心吃荤会影响素食业生意 人们消费肉奶蛋是因为自己的需求 而非维持供应商的生计 换句话说 供应商的生计并非消费者的责任 社会很现实 商场如战场 如果素食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饮食 才是未来趋势 那么畜牧业者转行也会是必经过程 而这个转变并不会在一息之间发生 所以荤食业者是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打算的 更重要的是畜牧业并不永续 而且非常不环保 一块能养活一个荤食者的地方 可以养活16个纯素食者 地球每四天增加大约100万人 输食才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方法 畜牧业是造成全球变暖的最大祸首 而地球是近80亿人口的家 基于这点 我们更不能为了局部人民的利益 而出卖所有地球人 以及地球永恒的未来 吃素以前我认为 人类是因为要需要饮食 才让动物牺牲的 动物被我们吃 它至少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所以吃肉没关系 只要心存感激就好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不管是有意义或没意义的事 总是要被牺牲的那一方心甘情愿 如果有人牺牲我的房子 主动帮我捐出去 就算他是抱着感恩的心态 我一辈子的积蓄也永远回不来了 再者 钱可以再赚 但对动物而言 他们却只有命一条 没有肉食 我们也能够得到健康 因此 为了饮食而牺牲动物朋友 不再是伤害动物的好理由 你有选择 他们没有 吃素以前我认为 课本上不是说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六大类食物 吃素不会营养不良吗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其实早在1991年 伟大的美国责任医师协会 就提出了新四大类食物 以谷物 蔬菜 水果 豆类 取代美国农业部制定的六大类食物 并强调 这种不含肉蛋奶的纯素输饮食 才是人类未来健康的希望 有医学报告显示 吃素孩子的智商比较高 让孩子吃素对他们身体更好 更干净 注意力容易集中 因为正确吃素可以减轻孩子肾脏及肝脏的负担 也可以训练其耐力及持久力 吃素以前我认为 如果人类都吃素 那以后地球上不就到处都是动物 到时不是一样会产生问题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我们从来不吃蜻蜓 蝴蝶 苍蝇 瓢虫 但它们也没有因此变得满山遍野 反之 许多野生动物 却因为人类的捕食而不断绝技 现在科学家已经指出 若人们贪婪的现状再不改变 到了2048年 地球的海洋鱼类物种将全部消失 吃素以前我认为 青菜要喷洒农药 所以吃素的人也是在杀生 杀的数量甚至比肉食者还多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我们必须栽种植物来喂养动物 所以素食者无心间接伤害的动物 人比荤食者直接加间接伤害的植物加动物 少非常多 没有任何一位素食者 希望农夫使用农药除虫 甚至应该说 最好农夫永远都不要使用杀虫剂 毕竟作物不喷洒农药还是可以生长 但食肉时我却无法跟屠夫说 我要吃肉但不准你杀生 另外许多素食者也会购买有机农场种植的蔬菜 我们甚至可以在室内自行栽种呢 吃素以前我认为 狮子吃羚羊 棕熊吃鲑鱼 鸭子吃蚯蚓 人类也是动物 我们为什么不能吃肉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人类与食肉动物不同之处 是他们是无从选择 而我们却能透过与生俱来的爱心和智慧 来选择自己的食物 然而几乎所有的肉食动物都是经常饿肚子的 它们往往都是很久才能饱餐一顿 为什么我们只学习它们食肉 却不学习它们挨饿呢 吃素以前我认为 和人类血缘最接近的动物是黑猩猩 但近年来黑猩猩已被证实会吃肉 那人类当然也可以吃肉啊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黑猩猩在某些时候 的确会吃蛋 昆虫 或其他小型哺乳动物 但这部分只占它们食物总量的2%以下 另外 如果说黑猩猩吃肉 人们也应该吃肉 那最有资格这么做的人 李当是真古德博士了 因为黑猩猩会吃肉 可是他的发现 但真古德博士反而是终身如素的 而且他还说过 盘中的肉对我而言 象征着恐惧 痛苦 以及死亡 我不愿意吃它 此外 也有人认为 吃肉符合进化论和物竞天责 然后自作解释 因为自然界是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所以人当然可以吃肉 但其实提出这两项理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也是一位终身素食者呢 即使我们真的站在食物链顶端 那就更表示我们是有选择的 善良是一种选择 吃素以前我认为 植物也会痛啊 吃素的人最伪善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其实我并不是真心关心植物 而是心地善良的我 还没做好调整饮食习惯的准备 而且痛觉是一种由大脑制造出来的东西 植物没有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 它们没有任何像大脑般能够处理痛觉的部位 所以植物是没有痛觉的 即使在碾碎植物的种子时 它们会有所反应 但植物对伤口的反射动作 和动物对伤口的疼痛反应截然不同 从前那个无肉不欢的我 现在不敢看屠宰动物的血腥影片 我怕我会崩溃 但我去水果农场摘草莓时 却感到心安理得 而且每次看到水果行老板切西瓜时 我总是担心他会不会切到手 而西瓜流出来的枝叶 却只会让我流口水 吃素以前我认为植物也有生命啊 吃植物一样是在杀生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植物有非常强的再生能力 摘下一颗苹果 它还会再长出来 就如同修剪头发和指甲斑 但动物和人类一样 一旦死亡就没有再生能力 面对许多植物而言 修剪或局部切除 反而能帮助它们长得更茂盛 更何况 我吃植物是为了存活 就如同老虎为了活命而打猎 这两种都是合理且必要的 肉蛋奶对我们来说 完全是选择性 再者 人类也是动物 所以吃动物等于吃植物 那吃植物是否也等于吃人 如果人类动物和非人类动物不能相提并论 那植物和动物就更不能混为一谈了 我们和其他动物在各方面都非常相似 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同胞都不懂得关怀 我又要用什么立场责怪别人吃植物呢 农夫必须收割大量的植物来饲养动物 所以 关心植物的人 更应该吃纯素来降低植物的消耗量 吃素以前我认为 我们应该把心力放在需要帮助的人类 而非农场动物 素食以后我才明白 以农场动物庇护所最多的美国为例 美国当地的捐款中 有98.5%用于人类 只有1.5%用于动物 而捐给动物的1.5%中 只有1%用来帮助农场动物 然而农场动物才是受害规模最大的一群 而他们得到的重视与帮助却是最小 所以我不仅要先帮助比人类弱势的动物 而且还要从最弱势的农场动物着手 也就是吃纯素 并往不消费动物制品的纯素生活迈进 更重要的是 吃素所帮助的不仅是动物 还有我们人类自己 总之 听完王居士的讲述 吃素也是一种修行 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帮助自己修心 去除身上的习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便能更好地面对这世间的一切 解决生活问题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